各位朋友們你好 我是盈婷 人生又有一台跑車是多麼幸福的事情啊 就讓我開著這台車載你出去玩吧 耶 敞篷的還給我戴墨鏡喔 開敞篷車 而且是現場這台是1989年車況非常好的 560SL開的是一種FU吧 如果你喜歡經典車款的話 這樣的車會適合你嗎 而如果你比較喜歡新世代的跑車 我們帶你來看看今天來現場的另外一台車 它是全新2020年式的Lapsus LC500 什麼樣的人適合開這台車咧 喔呦 欸你哥啊 好適合喔 是 現場這台2020的LC500 Limited Edition 將在2020的台北車展與大家見面 喔 而且你知道它的皮衣多幼耶 那是LS才能夠選配 而且要花45萬才有的這個質感喔 在這選配的上面 這完全不用選配 就直接在LC500上面 就可以感受得到喔 限量版的車款 這樣的日系氛圍適合你嗎 大地率也滿好看的喔 今天我們同時請來非常多 愛好跑車的好朋友們 哈囉 大贏家跑車介紹會 今天正式開始 到底是經典車款適合你 還是全新世代的車款 很幽默的車款適合你呢 今天我們好好地分析 歡迎加入我們的好朋友們 有請胖胖型男張乃婷 還有低調聲勢Eddie Young 大肚子型男Lan Nick Nick 以及越老越帥氣的Devlin 開跑車就是要 極盡能勢的快 要操控要非常非常強 其實到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開跑車 有時候開始是一種feel 你要找一台 跟自己氣質相符的跑車 或者是它可以提升你氣質的車子 這就沒有很簡單了 今天跟我們加入一起 賤賞的民眾朋友們 有我們的荷華的小隊長 嗨 荷華 還有我們今天現場兩台 一台是經典車款 560 SL 另外一台全新的LC500 而且是大地綠 就是到年底車展 你才會知道售價的全新車款 如果讓你選 沒有預算考量 你會選哪一台 笑得好害羞喔 其實我應該是要選老車 可是這台車很吸引我 因為它顏色我覺得非常漂亮 所以這台車在第一時間 有吸引到你的眼球對不對 好 我們接下來朋友 如果讓你選好了 不要客氣 選完就帶回家 照片帶回家 那我先選好了 照片帶回家 帶回家的話 我當然還是選經典的這台車 喔 你喜歡560 SL 對 我覺得開起來比較有 另外一個氛圍 嗯 開的是這種感覺對不對 對 您呢 我選的話我會選新車 喔 LC500喔 對 因為 還是要考慮 畢竟老車有一定年紀了 後續維養還是要考慮一下 來 我們熟悉的朋友 常常在看新車喔 是 沒錯 所以我的還是以新車為主 因為主被動安全 還有家人的安全 這個都是要考慮進去的部分 是的 反正我現在題目就設說 我們沒有預算考量 所以大家都選這個新的這樣子 來 我們下面 我選老車 你選老車 對 比較有味道 比較有味道 對 開起來那不一樣的氣氛 感覺啦 嗯 對 阿德 從我頭髮的顏色 就已經知道我的答案了 你頭髮不是黑的嗎 是綠的 綠的 你今天特地來綠的 大地綠 你喜歡LC500喔 這一定是喜歡 而且我跟你講 不如說 它叫做Limited Edition 是今年2020年式比較特殊的 限量的一個款式 所以這個顏色 也只有在這個年式可以買得到 沒錯 那個老車控啊 我記得你就是常在老車的活動 老車的味道已經體驗夠了 還是新的 看到新的有點變新的就對了 嗯 一定變新的 漂亮美女 我覺得配哪一台都OK欸 我覺得吸引車 比較吸引我 LC500 對 感覺比較適合我 我也很適合我啊 你不知道 就是氣質不一樣 而且其實兩台車 我覺得它各有巧妙喔 歐系的老經典的賓士 跟日系那種職人精神 好多細膩的這種 不一樣的細節在裡面 真的很值得 大家近距離來觀賞它一下 Eddie哥 LC剛好喔 就是之前我們大家試車都試到 那在前一陣子 剛好Lexus又辦了台灣第一次的 這個Performance Academy 我們也去開了它 我還直接給它 讚明我們仗到底了 其實LC在市區一般在用 跟我們在賽道上開 感覺又不一樣了 應該說LC500它的設定 它有兩個方向 我們講說可能賽道方面 它也要有一點性能的基因 它的程序是LFA 再來就是它考慮到 其實大部分人其實不是那麼長時間下賽道 所以它有一點集體跑車的氛圍 它從設計面 它希望這個車子內部有一定的奢華 畢竟它賣的價格 大概是Luxus目前最高的價位 在雙門車裡面 所以它在鋪陳用料 跟這個設計質感跟線條上面 它有花很大的心思來做這個事情 第二個我們講回到這個賽道好了 我們一般來講 歐系的跑車比較偏AMG 或者是EMPOWER 現代都偏Muscle Car 鍋輪的輸出比較猛爆 有一種推向極限的感覺 但是LC500比較優雅 它是V8所謂的自然吸氣引擎 我們可以在高轉速聽到 它所謂的代表性能的聲浪 跟所謂引起你右腳 繼續踩踏的氣氛 但是整體來講 我們說它修飾的比較雅 它在賽道上比較沒有那麼的 我們講加速的那麼凌厲 但是它這個雅緻又是不同於 歐系車的另外一種味道 所以其實我蠻建議說 因為其實AMG或者是EMPOWER 大家開久了 換一換這種口味 而且這個自然吸氣V8的這些聲浪 跟這些細緻 還有這個比較 應該說服務區域更廣的 這些經銷服務體系 可以讓這個車子開起來 比較沒有歐系車的那一種壓力 對我們今天現場跟兩台車 其實還是有些關聯的 它們都是5.0聲大排氣量 然後都是V8引擎 你想想看開起來 那個咆哮的聲音會讓人喜歡 可是你坐在Lexus裡面 因為我也開過 我覺得反而是優雅的 因為你想V8 應該是很強的對不對 可是我在裡面有優雅的感覺 它是不是有種設定上面 故意要男女通殺對不對 David Lin 我覺得Lexus它本來就是一個 走的就是剛才講的 優雅的路線 它不像法拉利或Lamborghini 特別是Lamborghini 特別是舞車的感覺 超好美麵它就是屬於那種陽剛氣息的 Lexus它一出來就反而給人家是一個 就是說 既優雅 然後但是你要它要有一點那種 power的時候 它也是有它的個性的 尤其我們常常說hybrid hybrid我們過去總以為 它就是一個省油的 其實它油電混合起來 它動力也是蠻強的 然後在LC上面 它更是把這個風格發揮到極致了 特別是你看它在這個安全上面 它也有它的一個設定 它有它的強調 我們一般講到超跑 當然不會講安全的 但是在LC上面 它有DRCC 有DA 或者是BRISE這些 這些東西你看起來 好像在一般車上都稀中平常 但是在一部超跑上面 我們說既然它是一部GT跑車 我們一定不是只是自己開的爽的而已 我們可能會帶家人 可能會帶現在的人在同車上面 你這時候就需要開的優雅 可是有時候在講講話或什麼的 也需要有一部足夠的安全來保護你 然後我是覺得它在這部車上面 它就完全就覆蓋到 不像一般的超跑 你還要另外去想 還要另外去挑 它已經就給你了 當然它不是說我所有的給你 但是坦白講 我覺得應該怎麼講 我剛剛也是想跟導播說你很壞 因為你用8K 4K 這麼高畫質在拍這台車 簡直就是一圖使人入坑 因為那個細緻的感覺 以前我們都在講說 Lexus它有那種職人的精神在裡面 所以它那個細緻的線條會出來 結果你到高畫質的時候 嚇死了你看看 像它水晶雕刻感覺一道一道的折線 我覺得應該要讓我們的這一些 喜愛老車朋友也好 或者是其實對LC有點興趣的朋友 近距離來看看這台車 尼克 我們帶大家來看它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台車我們都知道 2019年式的LC大概都是500多萬 那這台車我真坦白講 我們不會知道價格 因為價格好像是在台北生產才會知道對不對 當然是 因為2020畢竟是一個新的年式 而且目前 這邊算是一個先搶先讓人家來看 因為要讓觀眾民眾來看的時候 先看一些新鮮的 那主要新車色 最重要的就是要實際上看過實車 不管你喜不喜歡的車 好像我有聽到完全不懂車 這個車是好 讓人家看起來是順眼的 對 而且張海婷剛進來自以為撞山 想把車開走 你衣服是怎樣 其實我跟你講 有年輕的感覺 剛剛這些建賞團在挑這兩部車的時候 故意找這些老車的愛好者 來看到這台車 每個人都說這台車很棒對不對 很想買對不對 日本把GT的跑車推入另外一個境界 為什麼 其實我們都知道V8自然進氣 大概就屬於美國市場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馬力輸出 好像也跟一般美國V8 差不多大概就400多匹馬力 但是它的轉速可以到多少 7000多轉 大家都知道美國的引擎都比較醜用 但是它使用的是 鈦合金的進排氣的閥門 加上鋁合金鍛造的曲軸什麼 做了一些調整 所以它的轉速可以拉很高 所以它的性能很好 所以你們選的這台車 只有一個動作這樣 你要幹嘛 口袋要很深 我以為你站起來 還是身體要很多肉 因為為什麼 它跟美國這些所謂V8的這些 大排量的跑車來說的話 它的價格是比較貴的 你看台灣報價大概500多萬 對不對 但是它不管是不是價錢的問題 但是它在設計上的確是來自於 剛剛銀婷說的 就是進化到一定的程度 你注意看 一般這種跑車要壓到低 不容易 因為輪圈又大 下面又有很多的這些機構 要重新的調整 尤其最難的 其實後面要壓低是很難 但是我覺得 大家可能忘記了 它還有一個口袋更深的版本 就是剛有提到 3.5這個Hybrid 它的Hybrid就是500H這個型號 反正它的價格更高 它比500NA的V8的動力 它要小一點點 為什麼賣的比較貴 可是大家不知道 我常常說Hybrid的引擎 其實就是電動車加燃油引擎 所以它等於你買了兩套系統 在一台車上 所以它的造價是非常貴 但是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一個 很重要就是說LASUS的變速箱 它V8的時速變速箱 就是我們傳統的自排變速箱 但是如果講到3.5這個Hybrid的時速變速箱 講起來我跟你講 剛發表的時候 其實我腦袋裡轉了一下 它不是叫ECVT嗎 大家講到ECVT 第一個名字是誰 Match Match Superro 對不對 鋼帶帶的 如何帶動300多匹的馬力 一下子鋼帶就斷掉了 對不對 不是喔 現在的ECVT 它是兩顆馬達合成的一個變速系統 哇 這個那時候聽了就是傻眼 就說為什麼它有時速 前面是CVT 那CVT大家都知道 速度可以隨時調整 你要6速 7速 8速 用程式寫一寫就可以了 但是它在後面還配了一個 4速自排變速箱 厲害了吧 可是這個4速變速箱跟前面CVT 是互相搭配 假設我前面模擬1 2 3檔 它是配在後面的 1速的變速箱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 而且我們看整個Hybrid系統來說的話 應該是指Toyota集團裡面的Hybrid 是最特殊的 最複雜的 也就是說像這樣子算起來的話 你口袋深 你買到的東西也的確物有所值 哇 我沒口袋 所以 所以你可以挑別的 我可以省下來 今天既然那麼多賤賞團好朋友在 我們分三個階段來賞車 來 先有請小隊長何華 我們先來進一步的細節 好好見賞一下這台2020年式的LC500 大地律 是只有今年Limited Edition 才有這個顏色對不對 對 因為基本上新車色的時候 外觀基本上還是跟之前的會是相同的 不會有做一個太大的更替 但是主要是車色 因為現在車子的外觀的造型 這個線條是越來越複雜的 越來越複雜 複雜不是不好 而是說它是藏在裡面的細節 所以說有很多一點點細微的 板鏡一點點細微的線條 真的你要看實車 而且有不同的角度 因為畢竟 日本職人有的時候會堅持一些 我們可能外行就覺得不重要 但他就為了要有這樣的一個光影折線 他就覺得他要這樣子來做一個設計 LC這個發表之後 事實上外觀上面是被人家接受 前幾年是水泥灰 流行一陣子 什麼車子都選配水泥灰 水泥灰 大地綠 這幾年開始 陸陸續續的開始出現 綠色系 然後不管有深的淺的這些 都可以看到不管是改裝廠 或者說新車廠 推出新車的時候 都把這個綠色又把它拉回來 甚至是主打色 對 說真的合法 你就當自己家 我們朋友認識那麼久了 你要摸 要怎樣都可以 反正藍尼克會撫理就對了 如果他怎麼樣了 就你負責賣單 其實你如果從細節看 因為我不知道你對Lexus的品牌熟不熟悉 但從細節看 它是不是有很多 讓你眼睛一亮的一些點 我特別喜歡它這個 後面的那個爆龜的設計 我覺得它這個設計非常棒 因為那個屁股是 你看 比較八九零年代那種線 跟線的那種 爆龜設計 不是圓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非常吸引我 它反而是看到那個爆龜的地方對不對 每個人喜歡的點不一樣 我只能這樣講 因為其實外觀是很主觀的 有些人喜歡車頭 有些人喜歡車吻 人家我都被車頭吸引 你不覺得車頭其實也是還蠻漂亮的嗎 也不錯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這個就是這樣子 當有人看到一個點 它就一直盯在那邊 對 它就從大一直看人家屁股 都一直在盯著人家卡撐看 他注意了 看屁股 我們就來看看屁股嘛對不對 那麼吸引我們荷華注意的 反而是他的後面屁股 這個屁股 應該說他線條是很自然 可是自然裡面你看 他這個折線好深邃喔 對 這也是為什麼荷華會覺得車尾很好看 就是寬的關係 讓他覺得視覺上很好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如果說今天是在白天的話 白天的話你會看到 這邊因為這邊有一個 用這個黑色烤漆的一個處理 所以說它會變成好像有點兩節式 兩節式的一個視覺的概念 然後再這樣 這個棚裡面在看的時候 他這次因為新的年式有全玻璃的車頂 所以說跟車色是不同色 現在也是很流行的一種 這個顏色的一個搭配 那當然整個到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說因為他日式的設計 其實所以說他跟歐洲的那種風格 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如果設計師聽到 有人很喜歡特別某一個部分 像是屁股這個部位 對設計師應該會覺得 唉唷 這個人品味不太一樣 你知道我要幹嘛 對 故意讓屁股比較豐臀一點 對 加上那個側裙 跟它的那個風洞的設計 我覺得非常好看 嗯 我真的剛好臨時想到問你一提 因為如果是去年式的那個LC500 它是Carbon車頂 可是它現在車頂已經變成 為了讓它內部的通透性更高 所以它是那種透明的玻璃車頂 你會比較喜歡哪一種 我喜歡玻璃車頂 你喜歡裡面明亮一點點對不對 對 採光好 採光會比較好一點 好 謝謝和華 接下來我們大家要進到裡面 來看一看 尊貴的客人來了 嗨 謝謝你姐 因為我之前在賓士的場子看過你 他有在看賓士的新車 但是時時沒下手 對 所以聽到我們要看跑車 他就殺過來了 是 請上車 謝謝你姐 當自己的車 是 不要亂叫姐 我比你小 怎麼樣 坐進去感覺怎麼樣 因為這是超過我的想像 因為一般我都覺得說 這種比較叫跑車的 車型的話 空間應該會比較局促 可是依照我這種身材來做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滿輕鬆舒服的 你腳可以伸滿直的 對 是的 你看都已經幾乎都已經可以 像很舒服的去坐在乘坐這台車的部分 對 那我為你隆重介紹一下 你隔壁坐在駕駛座這位車手 因為有時候站名門也很大 所以你現在手抓那邊是將將好 對 沒錯 沒禮貌 我已經坐站多位置 北郎哥都講了那麼多次 沒禮貌 你看你如果旁邊人真的是 油門踩很兇的話 其實他左右兩邊是可以抓的 那抓的質感怎麼樣 在他整個車縫線跟整個內裝的部分 結合速度跟質感的部分 就是他 真的 對 好 謝謝Eric 謝謝 感受一下 旁邊有些雞皮 細節真的超多的 如果你用職人精神來講的話 你應該說好像你也夠了吧 不用再那麼多了 可是設計師說不夠不夠 我還要更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歸歸來體驗一下 我們來看看每一處 你可能想像不到的一些細節質感 比方你看那個門板 線條有沒有流水感 有 然後你看這個地方 LC Limited Edition 你也可以上車 沒關係 當自己的車 因為蘭尼克要載你出去了 蘭尼克可以好好的跟他說一下 其實光是車縫線 都好多好多的細節巧思對不對 首先剛才我說的空間的部分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 當你看到實車子之後 其實你的重點是 先觸摸一下皮質的感覺 中間這邊會用比較硬的皮革 才是因為用耐用度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座椅 以著皮革的軟硬度 就是跟一般的車子比較起來的話 那種觸摸的質感就不一樣 然後在你現在摸到的 對 再來就是你剛摸到這個車頂 這都是這種反擊皮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整個 這樣整個車室的質感氛圍會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椅子皮 AMG的好摸 欸 我在那邊 跟AMG別 大家來請下車請下車 因為我覺得真的要摸到真的很透徹 因為它有摸過AMG的皮 你覺得它這個皮比AMG好摸 是 我現在要請你做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摸前面的皮 第二件事是摸後面的皮 然後跟我講你的感覺好不好 一樣都是LC500的皮椅 如果你是2019年式之前的車款 它就是後面那個皮 但是這個2020年式 它是全新的 它就直接標配給你 那個是LS才能選配的皮椅 所以你有摸出它有什麼差異嗎 我覺得它皮 感覺它皮底下好像還有一層東西 它的填充感 就是它的滋生度 填充 這個東西我幫它補充一下 這叫填充物料的內容物 它不是單單只有皮而已 對 不是單單只有皮而已 所以摸起來就不太一樣 我自己摸起來感覺 我覺得前面價值45萬的皮 大概就是18歲少女的皮膚 後面那個大概是38歲少女的皮膚 有肉差那麼大 也沒有 後面那個皮也是滿滑溜滑溜的 可是覺得前面就是很飽滿的 膠原蛋白那種感覺 有差喔 感覺有差 飽飽的 很酷對不對 還有一個一定要它直接看的 你有沒有看過有誰車門靶是這樣設計的 車門靶 上面那個是金屬的 金屬的並不是塑膠的 這也是一個設計師的巧思在裡面 滿滿的巧思對不對 而且如果是關起門的時候 來看它的車門靶 它會自己彈開來 這裡還有一個這個 這裡是它的LOGO 你要開就直接這樣開 有沒有覺得就是 你覺得好像夠了 可是設計師說不夠不夠 有一種夠叫做 只有你自己覺得夠 設計師覺得我還要給你更多 對啊 所以說真的啦 上車的時候你真的看到車 你會看到很多細節 因為一般報導的話 我們不可能一點一點點全部講完 那人家會覺得我們在騙稿費 騙龍稿費 對啊 那這個的話就變成說 很多細節你要真的看過摸過 你會有更多的不同的一個體認 對 以後我們常常開放大家進棚裡面來見賞 謝謝規規 謝謝 如果要說到LC應該這樣講好了 講到Lexus的跑車 有時候大家也會想到它們的超跑 有一台真的是行珠白亞就是LFA 好像最近Eddie哥 你在日本也看到一個非常華麗的展演對不對 這一次在日本車展中 我們看到了這個LC敞篷車的發表 但是這個發表其實蠻特殊的 一般來講我們都是說 這個車發表是主角 它是一個主軸 但是其實在LC敞篷車發表的前方 我們看到它特別安排了一個LFA的車庫 我也把這個車庫的表現拍了下來 它希望這個LC是繼承的LFA的這些 所謂的高級的線條 跟這個所謂精緻的設計的工藝 所以它整個的 它先用這個車過的方式呈現以後 隨機暗場加入了這個所謂燈光效果 好漂亮喔 然後這個車子所發表出來的就是說 因為LFA是引擎聲浪跟排氣聲浪 這兩個做成一個光影的組合 然後逐漸的把這個影像跟光波組合在一起 然後大概是有大概兩到三分鐘的長度 來讓這個聲浪做一個串接跟混合 讓大家在那個現場 在暗示中享受那個聲浪的高級質感 那從這樣子的目的都是要表達說 LFA傳遞給LC一樣的這樣 以跑車聲浪再經過這個所謂組合的方式 讓你感受到這個所謂高級質感 其實性能感也可以從聲浪的享受來達成 那另外現場的LC敞篷車其實線條 與這個LC的硬頂板差不多 都是用一樣的方式來做設計 那一樣也是2加2的配置 所以其實外觀的差異不大 但是為什麼要做敞篷車 Luxus有研究過這個歐美市場 唯有生產敞篷車才是進入高級車的領域 所以在這個背景之下 除了做了硬頂的雙門以外 同時候開發這個敞篷板 就是進入這個所謂的 歐美市場的高級車的一把鑰匙 我們現場還有一個LFA 號稱是達人等級的 我的Uncle David Uncle David 你連專刊都收集了 我想這個Lexus 他在做這個LC之前 他最厲害的就是他在 在2010年的時候 他推出LFA這款超級跑車 我想大家都想到說一個高級品牌 你要展現你的實力 不是只是說你會做一個高級的車子而已 而是你要在各個層層面面 你要做敞篷車 跑車 或者是一些人家做不出來的 一些騎車的車子 OE車等等的 這些車才是展現你的實力 而這個在對Lexus來講的話 超跑是他們想挑戰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大家都講 Toyota集團有一個叫Supra 和Supra大家都知道 它是跟BMW合作的 而至於LFA做它的一個頂級品牌的話 它自然不會說 我要去求教育別人 我自己要證明我可以做得出來 而的確在2010年 這個展示出來LFA 也就是LC的前面的超跑 它的確是展現它的一個實力 因為它在2006年宣佈 它要做出來的時候 它的確 它就說 它做出那個原型車 大家就開始看到 這個車子真的跟人家不一樣 它有它的想法 這部車子走的是一個它自己的風格 我想大家有興趣的話 的確可以查詢一下 就可以知道目前這部台灣唯一的LFA 在哪裡展示 而在我這邊手中這部LFA專刊 它也展示了當年LFA 它們是多麼的獨特 因為它裡面從裡到外 都有它的獨特的地方 然後比如說講它的動力 它的4.8成的V8 V10引擎 這具引擎560匹馬力 3.7秒的零白起步加速 極速可以達到325公里 而這些東西你看起來好像只是數據而已 可是它每一個從裡到外 細節 引擎等等都是自己開發的 當年我去看東京車展的時候 它也是這樣子展示的 它把它所有的零件結構等等都展示出來 說這都是我自己做的 在它的圓丁工廠 也就是這LC這工廠 同樣的圓丁工廠來生產的 當時這部車子500輛而已 一個月只做20輛 然後這部車子 Toto也只有500輛而已 然後這部車子它厲害的地方 當然除了它這裡是 有動力很強之外 最重要是它的車身結構 65%是用的是CFRP 一般我們說外觀而已 為什麼不用鋁合金 因為它會認為鋁合金還太重了 我要用到這個CFRP 它可以更輕 可以比鋁合金才用的話 還可以再省一百公斤 讓它的性能可以更好 超輕量化 對 然後在這裡可以顯示 你看 車體結構 完全就是這個CFRP 當然包括一些外板等等 也是用到這些材料 但是你就可以看出來 它對一些這個精緻 而且性能上面它是不妥協的 對 尤其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它裡面的碳纖維 CFRP是用那一種膠織的碳纖維 對 然後它的聲音美妙 對 特別跟的是三葉 三葉樂器特別合作的 當年它在這個東西展示出來的時候 特別三葉 三葉他們這家公司 也展示了這個LFA 把它樂器全部擺出來 然後其中還擺一個引擎 這個很高級的喇叭 放的什麼 放的就LFA的這個聲浪 引擎聲浪 紅線曲9000轉 把它的560匹馬力 把它炸出來 讓它聽這個聲浪就是如此 而在今天這麼多年後 它在這東京車展 你看Eddie也去 它展現出來就是跟LC這樣子一個傳承 我的聲浪堅持 而且不只是外部的聲浪而已 它包括它車內的聲浪 因為駕駛要有感覺嘛 超保證音響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聲浪 所以它車內的聲浪 也透過一個調節 也是透過一個知名的吉他的公司 來替它做音響的聲浪調教 讓它傳入了車內 車內的聲音也是非常有如天賴之音一樣 對 所以觀眾朋友 大家想聽聽看天使咆哮嗎 帶大家來聽聽看 今天真的是熱血了一天 有個聲浪先讓大家聽一下 天使的咆哮聲 一行蝦人咧 記不記得過去好像兩年多前 天使咆哮跟LFA的初見面 然後初次認識就讓我嚇到有夠功 但我也從沒想過 此生有機會可以坐上去踩一下油門 但我剛剛做了這件事情 而且是全油門 它又來了 聽一下聲浪 當初為了打造這台車 是特地有做調音 包括CALBON FIVER 他們的整個打造都是完全的 特地為了LFA來做一個完全的setting CALBON FIVER 各位觀眾 全油門發放送 LFA美麗勢浪 天使的咆哮來囉 真的 有這樣子 很漂亮 哇 那個巴頭的感覺真的 超美妙 然後聲音在炸進來 覺得真的在談戀愛 所以任何人開了它 都忍不住想要好好的輕它一下 秀愛還是新歡比較好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台車 我問問大家好了 當然不要看價格 也不要看不同的集聚 我們就你心裡頭喜歡那種 激動的感覺大家來選 喜歡LFA舉手 1 2 3 4 5 5號 喜歡LC的舉手 LFC喔 1 2 3 4 5 其實我兩台都喜歡 如果兩台我都能擁有 那當然都好啊 喜歡L 你是喜歡LFA喔 阿德 為什麼 為什麼喜歡LFA 很簡單的 因為限量總是會讓人家著迷 是因為限量的關係喔 最主要還有是因為 它的排氣管的部分 它在尾端的部分 它是做三個 它是在一起的 那個地方是非常的迷人 那現今不管任何的跑車 或者是任何的車系 目前好像也沒有人設計出 這樣子的一個排氣管 嗯 對 那我覺得這個設計 是讓我最喜歡的一個地方 對 好 不是人人都能開到它 那你可以哪開過嗎 我必須承認 開過很多的跑車 LFA真的全油門下去的時候 就是讓我有那種驚豔的感覺 因為不管你法拉利保持機 Lamborghini再踩下去的時候 就OK 法拉利 OK 保持機 Lamborghini 都是那種感覺 但是LFA踩下去的時候 原來這個力量可以這樣一直輸出 這麼飽滿 然後再踩個煞車的時候 大概知道 但我沒有全力去測試它的一個性能 但是LFA來講的話 確實是讓我感覺到 這個日式工藝跟過去 有不同的一個感覺 尤其是LFA真的是 極大成的啦 對 因為它畢竟從2007 2006那時候開始 而且它開始直接從賽道開始 先有原型車 然後賽道下去了 才發表LFA 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變成說 本來我以為 應該會超級戰鬥 但是實際上開的話 動力性能有 但是內裝質感 也讓我覺得 還沒有豪華的這種感覺 對 所以LFA確實是讓我覺得 很特殊啦 跟想像中的不一樣 尤其那些教練Jonathan 一直鼓勵你要油門一敗 就一直下去下去 他原來不覺得 動力一直來一直來 一直覺得好像內臟要從這裡 出來的那種感覺 有什麼東西要出來 對 內臟 我的內臟 沒有啦 就是那個感覺好難形容 就是這樣撞出來的感覺 這是截然不同的設定 畢竟它是超跑等級的 尤其是我們今天現場 有很多是經典老車社團 經典90社團裡面的好朋友 他們對老車很有研究 也很喜歡老車 今天這台560SL 因為敞篷好帥喔 而且Eddie哥又是賓士控 其實對賓士也蠻有了解 這台車的車況還不錯 目前現在來的這台是 R107車系 算第三代的SL車系 這個車其實 它大概賣了18年 這個生產之後 其實18年的車子是很少見的 18年都賣這一個 18年都這個車系 所以它目前來現場的是 5650 5600cc的V8引擎 算是最頂級的引擎配置 這個車型其實 廠磨車受歡迎 我們都知道其實是在美國 而且在加州 是比較受歡迎的銷售車型 也因此應該是在美國賣的最多 歐洲還其次 它的關鍵其實就在於說 它這個所謂有軟頂 跟額外加的硬頂 再加上所謂的說法人士 在開這個車都是以這種 GT的方式 其實這個車沒有轉向那麼銳利 這時期大概1980年代 賓士座的大車還是著重高速穩定 但它不是刁鑽 所以相對來講車重也比較重 對 所以車重比較重 可是因為它大排氣量 所以開起來很窄 很穩的感覺對不對 應該說它是可以持續高速巡航 而不是一直在山路 在萬宴山路中前進 所以一般也比較適合 美國地區的環境 比如說有海岸大道 或者是跨洲的行駛 我們也可以常在很多經典的電影中 看到這個男主角看這樣的車子 所以其實是相當的貴氣 對 這台車你看它的連鏡 還有它的一些搭配 而且很多的鍍鉻 其實到現在都狀況非常非常好 這應該是不好照顧的吧 賓士來講賓士有推出一個口號 那口號我要打個折扣 因為我的報告才剛修好 我現在零件其實是沒有提供的 但他說只要有生產賓士車 它就提供零件 這點我打個折扣 但是在SL這個車型上 由於大量的生產 所以在美國地區有這個 所謂classic car center 修復中心 它可以提供全套的這些零件的更換 但是我們都知道 敞篷車其實最怕的就是頂篷 因為這是屬於軟篷的設計 它會因為日久紫外線的變化 讓這個軟篷所有一些崩解或者是破裂 再來就是這個軟篷透明的部分 是塑膠的材質 它也會霧化 所以這個維持軟篷的所謂的完整度 跟更換是一筆開銷 第二個是這個車有所謂的硬頂板 就是說它另外有在外賣一個硬頂 可以合上去的 這個硬頂非常的重 不是一個人能夠安裝的上去 我們現在這場 這一個是軟頂的 也都要兩個人一起把它給打開 才能夠收 我們等一下操作給大家看一下 沒那麼容易 說實在的 你看眼鏡真弄到 紅綠把它打開以後要操作一次給大家看 可是這台車就是開起來是很有味道的 所以其實車主也是真的滿有愛的 R07其實你看 由外觀來看 它其實就是長車頭 但中央的部分 它由於是奢華的設計 它不會太窄小 對 同時它用這個所謂的全皮的椅面 跟這個所謂的扭腳型的 扭腳面包型的頭枕 你看就這樣子有凹進去的 配備在車上有很多原木的核桃木飾板 這也是當時所謂必要的基礎 鍍鉻核桃木跟高級皮 是80年代的車子所謂的必備 所以在電視上都看到這樣的配置 其實這台車嚴格說起來1989 應該是1988到1990之間 就好像才生產三年對不對 就是沒有生產那麼久 雖然這個車型是賣了18年快20年了 可是這一款好像是只有三年 因為它之前的話其實最主要 多數人比較認識的大概是280 280是比較多人看到 然後後來有一些是450 那我們看到這個560確實是比較少 那又尤其是因為VM 然後再加上自然經濟引擎 那種大排氣量自然經濟引擎 就像艾迪哥剛剛說 高速巡航是一個迷人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 我在市區我就是要開大排氣量的這種動力 雖然說我沒有要開很快 但是我順順踩油門踩下去那個感覺 也是大排氣量這種跑車的時候 讓人家很迷人 因為我真的不用開很快 但是我這開的感覺是順暢的 就讓我覺得OK 我跟這輛車是有另外一個層次的溝通 對 張海婷跟這個車 也有另外一個層次的溝通 像他都會專門注意 哪些名人開過這台車 當年真的有吹起旋風對不對 其實剛剛有說到 它生產時間很長 大概一九七幾年就開始生產 其實那時候正好遇上了幾個重要的時間 譬如說香港 香港那時候就是經濟大起飛的時候 所有地方燈紅酒綠 所有的夜店門口都要停豪車 但是這一台SL卻是一個 最可的男人把它吵起來 最可的男人是誰 因為他一天到晚 What's up 知道了是誰嗎 知道了嗎 什麼東西 我好想喊卡 李小龍是不會被打敗的 其實就是那時候在1971年的時候 李小龍就買了全港第一台SL 所以那時候就是 整個香港就為之瘋狂 為之瘋狂之後就是說 你所有停在夜店前面的這些豪車 都比不上一個國際巨星開的車 之後所以所有的電影 應該說香港電影 大家看到這台車有沒有一點點熟悉的感覺 就是在電影上看過 也許你在路上沒看到 但是你在電影裡面常常會看到這一台車 當然SL有好多代 其實包括什麼周恩發 梁朝偉都是車主 但是他是後面幾代 這第三代的車主最有名的就是李小龍 但是大家如果覺得這個男人太陽剛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女明星 也有擁有這一台車 因為他的口袋 大概跟David哥的口袋一樣深 David哥那衣服的口袋是假的 那就是David哥的口袋一樣深 他就是鄧麗君 鄧麗君有一台喔 對 那時候他是在美國 那美國的時候他開的車 就跟我們現在這一款 美規的是同款車系 是喔 所以不要說只有男人喜歡 你注意看在電影裡面看到的 都是什麼 女孩子如果戴個墨鏡 頭巾很喜歡圍在上面 然後這個領巾在那邊飄對不對 因為他敞篷的嘛 對 敞篷車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台車是70年代 三個願望一次滿足的一個車型代表 因為他可以硬頂 軟頂 敞篷 對 所以在那個時代應該是說 而且他這台車應該有很多開始電動化 也就高級化的部分 所以不要說現在看起來好像配備沒那麼多 在當時不管他的這些安全上 包括你看他方向盤 老兵式的方向盤 大家應該都知道 圓圓的一個盤子中間小小 還有兩根喇叭 這一輛子的老型的方向盤 到這個時候就完全改變了 有的時候要裝上安全上的配備 這樣子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 這一台車算是一個大的改變 對 所以我們這個階段 那不會像連小龍 有點歪掉 我們請出車界連小龍 阿德 我們來裝一下他的帳篷 來看尼克 我們來試試看 其實他不是電動 所以開關篷必須要靠人力 阿德 辛苦了 來 跟尼克把這個篷給他關起來 他就是旁邊有一個小小的機關 然後就打開 對 打開之後 然後他要先把後面這個蓋板打開 然後才能把篷往上拉 第一個階段 這只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後面 這個什麼後擋篷玻璃的部分 當然這是塑膠板 再把它拉起來 拉起來之後才能把這個東西 放下去 蓋回來 然後再把這個放下去 扣下去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扣下去 才沒有 扣下去之後前面這邊 因為這個是70年代到80年代的設計 前面的話呢 有個插銷是不是 它有一個類似扳手的東西 然後插進去之後 再把這個螺絲的部分把它轉過去 你要拿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拿 讓我看有點害怕 真的嗎 要這樣子轉過去 對 就插進去的時候 扳一下 然後他就會把它固定住 那現在的話 敞篷車的一個進化 就變成說也是左右兩邊 扳一下就好了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把它扳出來 沒有想到那麼容易 順序要先 順序要記清楚 就是後面要先打開那個空間 然後他就可以把這個收進去了 所以我們請我們另外兩位 剛剛投我們賓士車一票 兩個好朋友加入介賞 來 大潘跟熊熊 來來來來 加入加入 很有愛耶 他們兩個這樣從頭到尾 就一直在比這個姿勢 愛心姿勢 近距離的看他一下 因為大家都是喜歡老車 經典車的朋友 所以交流一下 因為車主其實顧得挺好的對不對 喔 蓋起來了 其實是要花點時間 熟的人就不會覺得那麼困難了對不對 大潘你覺得這車怎麼樣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棒 真的 非常喜歡 非常喜歡 它的內裝到外表 我現在已經想像我在海邊了 我已經自身在海邊了 然後戴個墨鏡這樣子 尤其它這個椅子是最舒服的 對 對 坐在裡面那種堂皇的那種感覺 只有老車才有 對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在看老車的時候 都要稍微回想一下 那個年代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過程 因為有的時候有些人就覺得 這不是老車 有什麼特別的嗎 那個叫做用現代的角度來看 以前的車子 對 那你如果說 再回到七年代 八年代的時候看這輛車的時候 那時候才剛開始有這種 全真皮座椅 有 再來就是有什麼電動窗 那時候 那時候現在的角度來看的話 就覺得 還好 對 現在感覺很基礎 可是你看他當年他有木紋 木紋 他們就真的是有喜歡老車 他們剛剛一看車就說 哇 那個時候就有這麼大的木紋 是改的嗎 還是怎樣 但是 以前 沒有那麼講究這個所謂的環保 以前沒有那麼所謂的 假的和什麼木紋飾板 全都真的來 都是真的木偏來時間 大家也不用那麼客氣 阿德來上車 那個短短的感覺 熊 熊我們上來 熊很喜歡一直在那裡 很害羞的笑 怎麼樣 真的可以感受一下在車路 真的是開在這個 濱海公路的時候的這個感覺 就直接要去海邊 真的會非常的舒服 對 尤其現在這種天氣吹著海風 這樣子涼涼的 有點暖 因為攝影棚冷氣很冷 熊熊你的感覺怎麼樣 就像他們講的很舒服 跟新四代的車坐起來 感覺很不一樣 對 這個年代的座椅 其實就跟沙發一樣 裡面是有彈簧的那樣子 他們坐起來為什麼會覺得舒服 因為你就像坐在沙發裡面一樣 對 有沒有沙發的感覺 那兩位現在都是手上有什麼車 是什麼路線的 大潘 我也是開MX5敞篷車 所以就非常能夠感受 你是Miyata是不是 對 Miyata 1990的 90年代的Miyata 年輕他幾歲 年輕這台車幾歲 所以果然是喜歡敞篷的 熊你的車是 雅哥K7 K7 所以如果可以再擁有一台賓士的 560SL 養不起 那個碎金的部分 因為其實 大排氣量對不對 對 雖然說很爽 你是哪一台 我擁有的是MX6 GT MX6 GT 對 1989的 1989的 對 它原廠就配備2.2的渦輪 對 這樣說起來 那個一開始我不是有問荷華社長嗎 他有特別提到說 有喜歡哪個 是賓士好像也沒有想到那麼好照顧對不對 要怎麼注意啊 因為這個車子是機械噴射系統 那早期的機械噴射 它的分油盤沒有做那麼好 那因為這560的料又特別貴 所以其實要養這個車並沒有那麼簡單 尤其是機械噴射系統的毛病比較多一點 嗯 對 大排哥你也有敞篷嘛對不對 敏視敞篷嘛不錯 舊的像這樣子的古董車 當然你買它的就是買它的一個精神 買它是一個味道 你假如說你以這種務實的角度說 這個要修或者要保養等等的 鐵定它不會比現在的這個車子好養 因為畢竟是這個二三十年以前 你的有些東西的確它很耐用 但的確也有一些東西 它的確是蠻要花心思去保養 或者是這個料件你可能要花精神去找的 所以你說就一款這個 今天我們擺出來的這款560SL 的確它是經典 但是你要擁有這個經典 你也必須要付出你的精神 還有一些代價你才能夠擁有它 對 我跟你講這件事不愛切的 你看Eddie哥Enjoy 反正什麼車他到手上 慢慢用愛用關懷 也可以把它照顧得很好 應該是說這個車 問現在在座的朋友們都太年輕 如果你是65到70歲以上的人 你看到這個車你會有一種熟悉感 那這個時候如果是退休的人士 他的財力足夠 翻這台車子會增加人生的很多樂趣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會跟他的人生經歷更吻合 那個時候就不是錢跟稅金的問題了 而是一種享受跟品味的一個感覺 對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收一台 賓士的敞篷的跑車 老賓士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一過來人 願意等三四年的這種心情 給大家建議 所有進社團 進老車社團 大家問說這個車好不好 那個車怎麼樣 我們第一句話就是現金準備好 所以程修老師的第一步 就是你的財源要足夠 第二個是車有很多有社團有經驗 都會互相分享哪邊的整理比較划算 但是就是你要比駕你要比較 像現場這台車其實硬頂的部分非常好 所以是一個在這個車上的 我覺得是一個優點 對 尼克這台車的車主就是 享受這個過程的人 對 因為這輛車畢竟 每年要繳的稅金真的還滿驚人的 滿驚人的 但是因為他真的收藏非常多的車子 也非常的愛車 所以說他也是持續的讓他 每年就繳這個稅金 讓他隨時想開的時候 就能夠把它開上路 因為他平時都是有定期的在保養 雖然說我今天開這輛車出來的時候 我都覺得這輛車上一次發動 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開在路上我是這樣戰戰兢兢的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順順的開的時候 反而能夠感受到這種 順順開這種跑車的這種氛圍 就跟那種戰鬥的那種距離跑車 因為我太一樣 對 所以擁有這種老車 最終最終